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定下的发展预期目标最低的水平 这个大家也可以想象的到三年疫情的折腾突然的放开 那么当然中国的经济已经被折腾的可以说千仓百孔也不为过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李克强十年的总理生涯呢 有学者用四个字概括 叫上权如己 这个权是什么呢 就是行政权 也就是过去三十年是党还权与政 就是把权力还给政府的过程 国务院的行政权随着党政分工啊 逐渐的坐实做大 特别是在朱镕基时代啊 这个政府扩旋比较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在习近平时代李克强所掌管政府的权力是不断的在缩小 所以我们说他上权那么又为什么说他掳挤了澳洲科技大学啊 西立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呢 是这样认为 所以李克强呢 性格比较陋弱啊 没有勇气和魄力挑战习近平 在最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啊 我们仍以为他可以说几句自己的话 啊 能嘛 毕竟要离开了 还是会有些感慨 但是呢 没有任何惊奇出现 李克强还相反处处提到习近平的成就 这就违反了个人的良知和认知 维持习近平个人独裁和专制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冯教授认为啊 使李克强为了避祸 避免反腐这把刀啊 落到自己的头上 他说国务院这一批人都是这样 最大的目标不是为国为民 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全身而退 安全坐落 这就是整个共产党的堕落 所以正是由于他们的软弱 让习近平这个黑帮啊 越说越大 所以我们说李克强如己 中国的两会啊 也引来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大家要知道啊 在西方有一批叫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对中国的问题啊 研究的非常深 我们也可以说呢 他们是汉学家 也有的把他们称之为中国通 比如说在美国 就一大批在法国也一样 这个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亚洲研究中心的马克朱利安 就是其中一位 那么他如何看待中国的两会呢 朱利安说呀 对于一个中国的观察者来说 他认为两会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中国有很多重大的政策 都是在这个会上宣布的 在今年呢 比较特别 2023年 是个很特殊的年份 因为它是换届 是一个新政府 并且未来呢 涉及到新的管理团队 比如说人选 尽管大家知道 比如说谁 这个李翔任总理 这个 李 比如说 比如说李翔任总理赵乐际 任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 王沪林等政协主席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人大 仍然这个会议还是值得关注 尽管它是个橡皮图章 但这个图章你还非盖上去不可 所以这是西方中国同盟的看法 那么他们如何评价习近平的十年执政呢 朱立安说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啊 他经历了三个阶段 他把它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任期 他是为了收缩 集中权力 所以在这一个任期是一个征服期 他很有耐心的将忠诚于自己的人 放到重要的岗位 所以第一个任期呢 他并没有显示出 他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 他还是有所隐忍 那么进入第二个任期 实际上就是十九大之后 他就开始不太掩饰自己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习近平的真实灭 这个在第一个任期是比较少看到的 比如说他在政治上就走得很远了 比新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集中营 种族灭绝 然后对外事是战狼外交 对香港进行打压 所以让中国呀 几乎在他的十年里 特别是下半场 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倒退和巨大的变化 现在呢又处于他第三个任期 我们之前呢 他说啊 之前呢还怀疑啊 习近平会有所软化 因为处得了第三个任期 他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嘛 比如说内政 我们看到他也有点松动 比如说白子运动以后 就放开了疫情的管控 同时呢也参加一系列国际会议 像七国集团会议啊 像APAC会议啊 习近平都参加了 并且跟拜登总统啊 还单独进行会晤 所以这一系列啊 都让人感觉了 他要改变 但事实上现在啊 我们看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说啊 在他第三个任期 习近平这种倒行逆施 还会走得更远 还会继续啊折腾下去 那么如何看待习近平的高度集权呢 朱利安认为啊 习上台以来呢 中国党内高层不再有任何的辩论 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的高层 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 言论自由 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几乎没有不同的声音 在疫情期间 李文亮医生被打压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但这非常令人担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危险 这么一个大的国家 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 如果仅仅都重用自己的亲信 那就会出大的问题 因为你得到的信息啊 不可能很全面 你就会有 加上你错误的认知 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 那出大事的可能性 就会急剧的增高 由于政策的误判 所以我们看毛泽东时代 也是出现了这么一些现象 比如说大跃进时期 谁敢提大跃进不对呢 明明啊 这个虚报浮夸 说粮食超过十几万斤谋产 这完全荒唐嘛 毛泽东并且还是个农民 但是他已经听不到 这种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 最后导致了三年大气荒的出现 所以习近平正在重蹈覆辙 三年疫情的风控 其实很典型的就体现出来了 习啊 他说已经执政十年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再去 搜索更多新的资料 就应该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 未来五年的方向 也没有什么悬念 因为过去十年 他加强权力的集中 很多地方他就开始推行极权主义 也恢复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共产党已经在各个阶层 无所不在 包括私营企业 所以他跟邓小平那种 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也就是邓小平改过来的东西 在习近平时代又把它改回去了 所以他们两个呢 都是改革 只不过一个往前改 一个往后改 但是朱立安认为 习近平麻烦在于呢 因为在邓小平时代 中国的经济啊 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 不停地往上走 在胡温江朱时代 中国经济达到了世界第二代 中国的经济发展 都是一比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 但是现在中世界经济在放缓 同时经过习近平执政十年 民营企业几乎就没信心了 国外资企业也纷纷在转移生产链 所以说经济下滑的速度 虽然中国最近有所增长 但是大势已去 它比较残酷 也就是经济要起来不容易 但是一旦跌下去 再起来难度会更大 所以这个挑战啊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也就是习近平拿到了 二十大战拿到了权力 在两会上他也会 如期当选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但事实上他抱着一颗定时炸弹 正如朱利安先生所言 他即将面临惊涛骇浪 二月二十八号 美国国务院 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首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在首次听证会上 就将中美竞争定性为 一场光乎身世存亡的斗争 并宣布美国对中国 一厢情愿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同一天的 在中共二中全会结束后 公报其实也透露出 习家王朝的恐惧和危机感 公报就说嘛 白连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推进 不确定的因素不断的增加 所以必须要经受风高浪击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虑 有网友就说了 中共二十大的报告 十七次提到斗争 七十三次提到安全 并且明确要求 做好准备风急浪高的考虑 这就意味着 新班子掌权后 会全面加大党政的控制 这样必须会整肃原有的官僚队 使高官人人如履薄冰 这样就会导致中国是一人之上 一人在上 底下皆为囚徒 果然吧 习近平出招了 公安部国安部 按照港媒的报道 将脱离国务院系统 转为直属中共中央的 中央内务委员会 这就相当于 苏联斯大林时期 政治警察机构 内务人民委员会 这个机构 有四大世界文明与世 第一个呢 是1930年 实施大清洗的主要实施者 第二 下属的国家安全局 是克格勃的前身 三是建立了古拉格集中营 四是制造了波兰卡廷大屠杀 所以这个还是很重的 有一篇文章提为 亲自把自己逼如死路 习在做最后的打算 这样写道 习喜欢折腾 他以为自己神通广大 无所不能 可惜折腾死的脸 钱的留下的家底 都被他好玩了 但是呢 还要折腾 不过这一次折腾啊 跟以前的不太一样 以前嘛 是要建百业 百事伟业 留百事伟民 这一次呢 没有这么多想法了 这一次是要活命 只要能活下去 什么都可以做 当前呢 是外强啊 强敌 缓斥 内政呢 是处处碰壁 习再蠢 也预感到空前的危机 对外大傻臂强出头 对内基建 狂魔大干快上 都无以为继 往后 郭锦二子 使政权风云飘摇 民变是井 腥风邪雨 并且作者认为了 中共现在的问题啊 应该说是最危机了 因为中共已经经历过很多危机 比如说三连大饥荒 文革后的经济崩溃 和八九六四 但都还有解决之道 大饥荒嘛 用三字一包 可以解决 实际上你知道 中国的经济 不管 中国人这么勤奋 它自然经济就会增长 文革以改革开放 对待 八九六四呢 以中美关系的改善 然后得到了拯救 现在所有的解决之道啊 其实都被习自己给毒死了 唯有的方法呢 就是党内健康力量变天 推翻习 重启政治改革 但是在二十大上 胡锦涛被假里也意味着 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对外呢 准备世界大战 对内血腥镇压 这便是习的未来的思路 所以啊 他都是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折腾到今天 死了心都有 唯有印着头皮走下去 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呢 这个作者恐怕 对习看得太清楚了 事实上 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自己要往很明确的方向 自己未必知道 同时中国的环境 他也未必认识的清楚 他现在啊 正是宏图大展的时候 认为中国非常的强大 认为中国呀 这个科技呀 各个方面都超越了美国 所以他仍然认为 中国还是一个厉害国 他正准备撸起袖子 大概一场 所以这是更恐怖的 如果习知道自己的难处 知道中国的现状 他或许啊 还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 听一听不同的意见 但是如果完全目空一切 啊 这个两会以后 人马全部到齐 满眼望去 尽是我 习家军 习家天下 那我还不 趁势而上 学 金二成 建一个金 习家王朝 然后把这个王朝啊 代代相传 使中共的江山 变为我习家的江山 很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 甚至狂妄到去抗美援恶 或者攻打台湾 开辟所谓第二战场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 中共啊 那就只有啊 往死 捉死的一条路了 所以说 习近平现在的真正敌人 还真不是什么老百姓 也不是什么海外敌对势力 真正的就是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这条老命啊 折腾不起了 但是习没有意识到 他要挽救共产党 但呢 他吓得要太猛 共产党吃了这药 就是欺笑流血 抖腿而亡 那么中共 或者中共党内的这些人 是否会对习痛下杀手呢 咱们呢 明天 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